五帅向心 这五帅向经里面有讲 有两种 小五帅 大五帅 这个小五帅 第一个是身体 有了气味 天然 身体清净 身体有香味 有一些念佛的同修 或者在念佛的时候 或者在读经 甚至于经行的时候 讨论佛法的时候 闻到异香 那么这个香从哪来的呢 可能这个香你从来没有闻过 你也受不上来 有异香甚至于很浓的香味 有的时候好几分钟 这么长的时间 大家都闻到 古代的告诉我们 我们在此地 念佛中军讨论佛法 天然从这边禁锢 他看到了 身欢喜心 他在停住 在获掌 这是香味 你闻到 这种情节 很多人曾经遇到过 到小五衰向先前 就是他的佛报快净了 这香味没有了 那么第二种呢 天然人身上都有光 这个光啊 微弱了 第三种呢 就是洗澡的时候 水站到身上 我们洗澡 要不然洗完之后 身体擦干净 天然不需要 水不站身的 水站到身上 小衰向 第四种 在境界里面 我们期待一点威胁的贪念性 有一点染着了 第五种呢 这个眼睛节目叫大眼 天然眼睛是睁开的时候 不会大眼的 这有大眼的这个现象 这是衰向 小五衰 佛道快要想尽 佛道快要想尽 佛道想尽的时候 大五衰先前 大五衰 第一个是衣服脏 天然衣服也不需要裁缝 也不需要去换洗 他的衣服真的是一尘不染 这时候衣服燃灰尘 第二个是天然都戴帽子 帽子上都有鲜花 花枯了 花泄了 这大帅项 这个时候他很痛 第三个是流汗 这个时 一有这种情形 他的寿命就快完了 在金山讲的 大概不超过七天 他就命中了 第四种身体有臭味 有气味 第五种他坐不住 坐立不安 那么小五衰 向现前的时候 如果这个是有缘 遇到诸佛菩萨 遇到大善知识 他能够忏悔 皈依 一教修学 他能恢复 能够增长天赋 换句话说 增长他的寿命 大五衰先前不行 决定堕落 所以天人越是往高处去 但是那个 倒落就越苦 一阶天四阶天 天福相尽了 还有不少到人间来的 到人生里的 四禅天四空天 寿命进来之后 都半躲散脱 后游都窝盗的 这是一般常讲 爬得高 摔得重 这个里面都有道理在